1月8號開始 韋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印第安娜六馬踢館鳳凰城太陽 當家後衛Tires Hardburton沒有上場 坐在場邊為隊友加油 果然缺少主控的六馬 只能被太陽牽著鼻子走 因為Devin Booker開局就打得非常強勢 單刀切入上野暴扣美跡 簡單擋人之後就是三分球命中 奪命輸生首階攻進十二分 也帶動太陽以超過六成的命中率 達出三十三比二十五的攻勢 來到第二節 鳳凰城大軍持續加壓 三巨頭另外兩個 Kevin Durant還有Bradley Bill 分別貢獻十四分 還有十一分 但是印城部隊同樣不好惹 單節有七人貢獻分數 半場打完六馬僅僅落後給太陽四分 一籃在戰 魔刀霍霍的死神KD 要把鐮刀拿出來用 三分線外catch and shoot不成問題 運球晃掉對手 甘拔跳投 那更是小賽一疊 Kevin Durant不愧是單打教科書 前三節已經有二十七分進帳 然而六馬打的是團隊籃球 今天貢獻十八分的Buddy Hill 在左側命中三分彈 帶領球隊要回領先 雙方敖戰到最後關頭 是太陽三巨頭 跳出來接關比賽 死神KD再度封進關鍵的外線 今天四十分九籃板的準方式數據 追殺比爾也連續放進高難度上籃 全場二十五分三助攻 加上舒童也有二十六分的支援 三巨頭合力飆出九十一分 率領球隊穩住正腳 中場是太陽一百一十七比一百一十 擊退六馬 交納近期的五連勝 接著關心波士頓 賽爾提克 做客 休士頓火箭的比賽 開賽的焦點不是傑森Tayton 也不是Jalen Brown 而是進區常人Christophe Prozingis 獨角獸火力全開 看你要遠距離還是中距離 KP出手 包你放心 第一節命中三季外線 砍盡十五分 帶領綠山軍以三十五比二十五取得領先 來到比賽中段 火箭跳跳人Jalen Green貢獻跑球 加速殺到進區 在包夾之中完成拉桿上籃 今天有十六分五助攻的演出 然而贏多將廣的賽爾提克 還有其他人能支援收贏 Derek White不斷破壞對手的進區 就像是走到自家廚房一樣簡單 小白全場二十一分十一籃板 帶領球隊最多握有十七分的優勢 而且旁邊還有高砲塔四級埋伏 時不時就來個二樓跳投 Korzingis空進兩隊最多的三十二分 同時抓下六個籃板 聽到這裡你應該會想要問 那兩大前鋒雙決連線的表現怎麼樣呢 不要急 這不就來了嗎 泰坦超人把握古頂的空檔 全場攪出十八分七籃板 杰倫也有十三分十一籃板 還有十四助攻的大三圓 雙心手感雖然不是太好 卻還是能幫助球隊鎖定勝局 最終是賽爾提克一百一十六 比一百零七客場贏球 持續穩居全聯盟的龍頭寶座 胡恩主場面對拖皇者之戰 作為輔佐當家雙心的重要人物 D'Angelo Russell全場比賽 標進六顆三分球 堪定全隊最高的三十四分 還外帶八次助攻 幫助胡仁二十四分差 汗衛家園 近五場比賽 D'Lo場均能夠攻下二十七點二分 以及六點四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高達五成五 幫助球隊贏球 而這場比賽還有一個重要關鍵 就是胡仁團隊的快攻得分 三十五分是賽季新高 而靠著快速的轉換 展現其練性 如今極英大軍再度回到五成勝率 詹皇的Bron James也相當滿意 團隊的表現 同樣作為球型身邊的重要副手 還有賽爾提克的Derek White 這場將手火箭的比賽攻下21分 近三場比賽 場均22.3分 以穩定表現來發揮價值 也獲得隊友們的大打贈賞 雖然以單場表現來說小白不是最亮眼的 旅餐局地場比賽球星們各有發揮 最人棒 喬出十三分十籃板十一主攻的打三圓 而獨角獸克里斯特斯布辛格斯 攻下全隊最高的打三圓 三十二分 更是應求關鍵 不過默默復出的每個人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就像剛剛二當家所說的 綠山軍團隊相輔相成 互相成就 才能夠造就現在 佔據聯盟龍頭的霍堂賽季 衛冕軍丹佛盡快前進華盛頓 要踢館近期三連敗的巫師 開賽尼克拉尤克斯就沒再跟對手客氣 塞爾維亞牌推土機開出來 倒車入庫 回轉兩分入袋 平常很愛串聯全隊的小丑哥 第一節比賽火力全開 第一個人獨達十五分 搭配其餘四名隊友得分開張火力支援 讓盡快三十三比二十四 握有九分領先 甚至到了第二節尤克斯持續標分 總計上半場就攪出了二十六分 六籃板五助攻的誇張成績 但同一時間 也要給隔壁巫師排排手 雖然前面兩間沒有人得分 來到雙位數 但全隊十名隊友通通有得分紀錄 多點開花 讓首都軍團半場比賽打完 補射比六十二還不至於落後太多 只是到了下半場比賽 這落後怎麼追都追不上 甚至小丑哥都還有閒情一致 上演每季傳球 讓Aaron Gordon在禁區完成三分打 將尤克斯就這樣火力全開 看一下賽季新高的四十二分 玩得十二籃板八助攻 讓球隊領先一度來到全場最大的十七分差 就算隔壁鵬巫師團隊 全場四人得分上雙 新同學Bagley有十四分進帳 幫助巫師一路追到十分落後 但第四節末段 在衛冕軍少少發力 兩軍分差又再度回到接近二十分差 讓比賽沒有懸念 中場輕快一百一三比一百零四 客場情緒無失 接著看到熱火跟魔術的比賽 雖然迪士尼大軍處在二連敗 但這一戰Franc Wagner是商譽歸隊 讓球隊更有本錢抵抗前來進犯的南灘大軍 在第一節比賽二十二比十九 手戰上風 至於第二節Jonathan Isaac 再一個假動作騙到了大屁股Laurie 一個劍步進去升空 雙手中扣 總計上半場比賽 魔術大軍九名球員得分開張 歸隊的Wakler砍下五分 背後的Isaac也只有四分而已 但沒關係 得分的是交給狀元狼跑到Bankaro 連同這次強勢切入三分打在內 板橋羅前兩節十二分五籃板進帳 成功抵擋住熱火的反撲 半場結束四十八比四十六 持續保有些微領先優勢 但說穿了也就是一個球存的差距 下半場開賽使館長Bowler 高難度三分直接砍進 魔術隊的領先趴一聲就沒了 幸好他們沒有因此亂點手腳 Wakler也逐漸找回比賽節奏 外圍三分潛入禁區 和隊友完成空中接力都沒問題 幫助球隊在第三節 打出一波三十三比二十三的攻勢 反倒帶著雙位數的領先 幾乎到決勝階段 而這一戰熱火陣營Adbio二十二分 十一難板進帳 但其餘隊友果力不足 Bowler也只砍下十五分 反觀葛宇彭魔術全場五人九分上雙 除了Bankero砍下二十分 Wakler十九分以外 就連Marker Force也能秀上一手強強擺面 讓魔術中場一百零五比八二七 出場洗滅熱火